现在看到是第三组的选手 意大利的第二队组合 莫妮卡和格里斯 加拿大现在最好的双人滑选手 莫里托沃斯和马尼·弹诺 奥地利的最棒的双人滑组合 齐格勒和基佛 短节目排名它们是第九至第十二位的组合 这组当中其实我们是看到了一些双人滑项目排在世界一级水平的这样的组合 但是它们是由于在短节目当中发挥的不理想 所以来到了自由化的第三组出场 原本它们的实力并不是如此的 但是短节目的成绩直接影响它们的出场顺序 现在画面上进行热身的是加拿大的女伴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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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组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双人滑的比赛当中定级的条件 刚才我们提到在自由滑的这个成套动作当中呢 阶续步旋转托举 螺旋线和碾转托举这些动作都是要定级的 那在定级的条件有哪些呢 在碾转托举上面我们在评分标准当中是看到了五个 第一个要看女伴的分腿姿势 她的每条腿至少要以身体为轴心要乘45度 而且女伴的腿要伸直或者是几乎伸直 这个几乎伸直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女选手的腿是直的 那它就是好的 那第二个条件是要接住女伴在腰部两侧 并且女伴的手臂或者是上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不能接触男伴 就我们在看碾转三周的时候 如果她女选手在被男选手接住之前 她的肩部砸到了男选手的肩部 或者是身体任何一个部位砸到了肩 就是我们常说的砸肩了 这样的话都是算是低质量的完成 第三个要求女伴在空中的单臂或者是双臂 要在头部以上的姿势至少完成一个整周 这样的话就是好的年转三周的一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要有难度的进入起跳 第五个条件是女伴在男伴放开之后呢 男伴的两臂向侧方达到至肩水平 并且男伴的手臂伸直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摊手 就是在男伴扔出女伴之后 她的手臂有一个摊手的动作 然后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面 接住了女伴像这样又高又飘地 年转三周是完成质量非常好的 在这些条件当中满足一向就是一级 满足两向可以定两级 三向就是三级 四向或者是四向以上就可以定一个四级 在定级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比较关注碾转 但其实这个旋转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旋转的定级条件也是比较多的 单人旋转是在短节目当中 它的定级条件更多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双人联合旋转 也是有六个定级标准 首先第一个标准是两个人要有两次的基本姿势变化 第二个是两人有三个难度姿势呢 其中有两个是可以在非基本姿势下完成的 第三个是要有难度的进入 或者是由一个人或两个人跳进入的旋转 第四个要有难度的滑出 第五个要有彼此立即相接的两个方向的旋转 第六个是在没有任何姿势变化和换足的情况下 至少要转六圈 也是满足了几个条件就定几级 满足四个以上都是定四级 第三组的赛前热身结束 马上进入比赛 首先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沃尔什和米肖 他们的短节目是59.41分 排在了第十二位 女选手19岁 男选手24岁 女选手身高1米64 男选手1米76 女选手 开场的年转三周 外点三接外点二 抛后外节环三周 女选手 托举完成得很难 但是并不算非常流畅 后外螺旋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个大托举完成得不错 这一个抛跳呢 女选手落冰之后不太稳 所以会产生扣风 而且他们是用了比较简单的 抛后外点冰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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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看他们会产生扣风 双人联合旋转结束 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除了中间有一个抛跳 有一些小瑕疵 其他的还是比较理想 他们的自由华曲目是选自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 太阳马戏团的《你中将看到》 之前在2020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上面我们也看到过他们的身影 当时他们拿到了第六名 19年的世锦赛他们也参加了是第十二名 目前是加拿大的二号位选手 两届全锦赛都是获得了亚军 这一队当中的男选手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看他上个赛季官网当中显示他的爱好是有健身 瑜伽直排滑轮 还有陪狗狗玩等一系列的这种偏向户外类的运动 今年很有意思 今年他的爱好加了一项 是跟朋友在家玩这个视频游戏 看来也是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得已 不能出门 培养出来的一个新的爱好 口罩很有意思 印有加拿大的国情 在此之前他们的最好成绩是114.61分 今天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自由华最好成绩 116.83 自由华节目是第一位的 两个相加176.24分排在第一位 这一组开始我们逐渐会看到一些抢手 好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一号组合 莫尼卡 莫尼卡和格里斯 这是一对老选手了 女选手是三十一岁 身高一米六一 男选手32 身高一米八二 女选手是三十一号组合 女选手 开场萨沪夫三周的丹田 年转三周 抛后外结环三周 女选手落冰是双足 后外螺旋线 吉田 外点三接外点二 无阻托剧 后跳依然是双足落边 阿克萨拉索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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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组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目前意大利最好的双人滑组合 而且现在意大利整体在双人滑项目当中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对组合的双人滑组合 这对组合的双人滑组合 但是阿克萨拉索托剧 阿克萨拉索托剧 阿克萨拉索托剧 两个分数相加是186.50分 排在第一位 现在上场的就是加拿大目前最好的双人滑组合 莫里桃沃斯和玛丽娜诺 他们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一组当中 但是由于短节目的表现不太理想 所以来到了自由华的第三组 本来他们是有实力去争一争更靠前的位置 甚至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 觉得他们还是有争奖牌的机会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想希望他们的自由华能够顺利地完成 好 The shorter story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sky I can't take my eyes o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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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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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非常深情演绎的这种表演 让我们可以沉浸在其中 忘记了去看它的所谓的难度到底有多高 完成得好不好啊 其实虽然确实是关注的重点啊 但是沉浸在表演当中也是非常享受的 当然它们今天的难度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瑕疵 并不是最完美的演艺 不过我们看它们配合音乐在进行深情表达的时候 它们的眼神当中都在给我们讲故事 它们两个人非常喜欢使用这种深情表达爱意的 曲目来完成它们的节目 非常适合它们两个的气质 其实在编排上面 教练员编舞师其实也是会考虑到 运动员的个人风格 看它们适合什么样的风格 就给它们编排什么样的节目 这样它们在演艺表达的时候 就会完成得更加充分 这一对加拿大最好的双人滑组合 之前参加过平昌冬奥会 拿到过第11名 那在四大洲的锦雕赛上面 2019年它们是第二名 2020年是第三名 2019年的市锦雕赛 它们是拿到了第七名 这一次本来期待一个更好的排名 目标其实是 我最后深情一吻 目标其实是上领奖台 但是现在奖台距离它们很远了 之前它们创造的最好成绩 是211.05分的总成绩 最优化是138.59分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 131.84分这个成绩和它们的最好的 自由化成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95.29分 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第一 但是距离它们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现在上场的是奥地利最好的双人滑组合 齐格勒和基佛 女选手今年27岁 男选手是30岁 女选手1米56 男选手1米81 女选手1米5 今次连准三周 原计划是外点三接外点二再接二 但是最后一个跳功 后内节缓三周 五组的反身拉索托举 后外螺旋线 抛后内点兵三周 高远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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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高远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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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枚金牌的诞生 我是马野 今天再见